岸田首相訪問歐美盟國的行程 逐漸接近尾聲 12日岸田來到了加拿大 與總理杜魯道進行會談 岸田傳達了他對加拿大 新版印太戰略的贊同 而這份戰略表明 加拿大將會在印太地區 加強軍事和經濟活動 並以此作為 應對中國威脅的重要政策 事實上近期日本與加拿大 都將中國列為 對印太地區安全穩定的重大威脅 日本近期曾召開臨時內閣會議 並批准了新版的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文件 文件中提到 日本現在是最支持 烏克蘭的亞洲國家 岸田甚至形容 今天的烏克蘭 可能就是明天的亞洲 強調台灣的和平與穩定 對國際社會極為重要 而對於雙方的經濟合作 岸田提到 加拿大作為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 將在全球能源需求上發揮重要作用 杜魯道也對此大方回應 加拿大一定會成為日本值得信賴的穩定夥伴 而岸田在美國時間 十三日將會在出訪的最終站 美國與拜登總統進行會談 為這次作為G7主辦國的出訪行程畫下句點 華語新聞 薛佩軒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